詞曲 李宗盛 記得那時候楊牧師打電話給我說 要開拓火把教會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金門的小島上當兵 當我退伍那段時間 其實火把教會剛成立大概幾個月而已 那時候最早期的成根大概就是我跟牧師 然後可能還有一兩位同工這樣 一開始都是楊牧師自己彈吉他敬拜 那後來會換我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那個時刻 因為朝著那個意向我們就繼續前進 不管有沒有人或者是有沒有資源 在楊牧師問我說 你對哪一個族群有負擔的時候 我就說對學生 但其實那時候學生可能只有一兩個這樣子 那我覺得在帶學生的當中 就看到很多的同工就是被興起 然後我們一起可能在校園 或者是在每一次暑假的學生營會當中 我覺得都可以感受得到 這個是一個很有盼望 很有動力的一個團隊 其實已經是出社會了 還是在帶一群小毛頭 其實有時候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這樣你不會覺得很有落差嗎 但是我覺得我就把學生們當成是我的夥伴這樣子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我打算跟師姨求婚的時候 我去挑戒指然後我也帶學生去挑 我覺得真的是很有趣這樣 我也看到他們已經有些人就畢業啦 結婚啦生小孩了 那我渴望的是他們能夠繼續在服飾的當中 就是保有那個學生的單純熱情 那我覺得我們也可以給他們就是更多的操練或者是挑戰 可能一個老師他可以影響十個學生 但是這十個學生未來可以做比這個老師更大的事 那我覺得這就是我最渴望看見的 那麼多的文化